戴眼镜的男子 双手都被抓住压制在地 原来他当街亮刀 想要攻击一名女子 却被当场被附近的保存制止 事发就在5号上午 10点多台北市松山区 移动社区前 原来他跟前女友发生了口角 原本两个人是一起在这租屋 但是到了退房的日期 男子却是不想要退房 当场吵得起来 还想要迟到来攻击对方 但是警方货包到场 是非常的傻眼 因为他的身份 是曾经获得金曲奖的歌手谢震婷 当下他手上拿的水果刀 还掉落在路边 而根据保全转述 当时他跟前女友在邪楼内吵架 他突然情绪激动 从怀里抽出了一把水果刀 试图要攻击对方 而保全见到的这一幕 是立刻把他的水果刀 给拍落在地 压制对方 等待警方到场处理 而第一时间也将他送医治疗 警方后续也会将他来依法侦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